无论黑猫还是白猫 能够翻肚子卖萌的那都是好猫 那么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冰箱里面目前现在是什么样的 在上一个视频里呢 大家可能看到了我买的一个冰箱里的收纳 但是那里我们并没有 就是详细的去介绍里面到底都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我就想 那今天这次视频呢 我们就把里面的细节也都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看下去吧 我们准备开始了 好了那我冰箱呢 用这个新买的收纳盒已经全部收好了 不要看我的手 我刚才刚拍了一个失色的视频 您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那我们今天来主要介绍这个冰箱 冰箱的话用我之前买来的这些盒子呢 都已经全部收好了 那我给大家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这边有写的一个面 面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盒子里面放的全部都是一些面 比如说我这里有像这个梭板 就是乔麦面 然后我们国内的挂面啊等等的 这种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面食 放回去 然后我的冰箱叫了 我先关一下它 然后它的旁边 旁边呢是一些不知道怎么放的东西 或者说一些我想快吃掉的 比如说这些呢是牛油果 牛油果已经全部都给软掉了 所以说我这里有一个尽快食用赶快吃 然后呢这儿呢是一堆零食 主要是巧克力吧 就是不放冰箱会化的零食 这个盒子还是空的 可以放一些我最近买的一些 不知道放哪的产品吧 然后这盒这盒呢是平时不用的中华调味料 比如说呢里面有一些像辣椒油呀 调味料呀等等的 那辣椒油我平常用老干妈用的要更 更多一点 所以说这些不常用 我就把它们全部放在了一起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些调味的 不过这个更偏向于就是 副食型的调味品吧 比如说哈我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是果酱 然后这个呢是枫糖浆 然后里面呢是我腌的酸黄瓜 然后这些呢是梅子 比如说哈这个 正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的梅子 这些呢放在了一起 进去 这边呢是乳制品 乳制品里面呢有像奶酪 黄油芝士 然后还有这个切好一块一块的黄油 以及抹面包用的 这个下面这个塑料盒子 这个是抹面包用的黄油 全部也都放在了一起 最后右边的肉 肉呢是加工的肉类 比如说像香肠 然后这个道里是培根 还有一些小的 这种 小的香肠块 对吧 都放在了这个肉类的盒子里面 其实你单看上面 就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 因为你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 外包装全露出来 所以说整个冰箱 感觉就清静了很多 然后这边看一下上面 上面呢这些是 汤的调味品 比如说农汤堡啊之类的在那 然后这呢是一些早饭的麦片啊 然后这个是可可粉 这个是猪油 猪油拌面的猪油 然后再最后看一下下面 下面的这个左侧呢 也是一些常用的中华调味料 比如说呢 这个大瓶呢是甜面酱 然后里面这瓶呢是豆瓣酱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火锅调料啊 等等的 那这些是常用做菜会用到的中华调味料 然后这个盒子和这个盒子呢 基本上都是当做随机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小的安纯蛋 就在这里面放着 然后这儿呢有一些水果 放在了这个右边 下方呢其实是放一些保鲜的 比如说我经常是买肉啊买鱼啊 等等的 我会把它放在下方的这个格子里面 然后再来看一下右边 右边呢是我们的那个墙 墙的话上方呢是一些常用的调味料 比如说像下饭菜啊 腐乳啊然后这个是沙拉的那个调料啊 然后这个是就是日本的这个什么生姜烧的调料 酱油辣椒 然后等等哈 这些呢是在最上面 基本上也是算是调味品 然后这个呢是放鸡蛋的 鸡蛋快没了 然后下方这里呢是一些管状的调味料 比如说这个是姜 这个是芥末 然后这个是紫苏梅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边呢是一些酒 但这个酒基本上都不喝啊 是那个有的时候是调味 有的时候是有人来的时候给别人喝的 那这两瓶呢是红白酒 红白酒的话是烧菜的时候用的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那个醋的饮料 比如说像这个青 菠萝呀提子呀青苹果 然后这个是那个佩里也 就是那个气泡水 然后牛奶 然后在这一侧这侧呢 这个瓶子是一个平常可能会泡茶呀 或者装一些饮料的瓶子 不过现在是空的 然后这个是糖浆 糖浆的话是夏天用的比较多 但是偶尔也会把它加在气泡水里面喝 然后上面这个呢也是果醋 这个是比较好的果醋 是日本这个欧水亚的这个牌子 专门做醋的一家公司出的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好喝 很推荐 然后上面这个呢 是我去做那个银耳红枣根的材料 红枣银耳 然后一些没装下来的 然后后面还藏的有莲子 然后最上面呢 还有一些枸杞呀 橘子片啊等等的东西 那这些呢 是我收纳的这个冷藏室 我们接着来看下方冷冻室 那冷冻室的话 整体是这样的感觉 上方呢是一些 我最近想要吃掉的 或者说比较爱吃的东西 像这个呢 是我做的那个储藏粮的 就是法棍 然后做的一个法棍型的披萨 然后这个是三文鱼的鱼肉 然后这里呢是穿的一些羊肉穿 这个再不吃就要坏了 好久以前穿了 然后在下方 下方的话也是一些 冷藏型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烧骨头汤的 那个猪骨头 这一袋也是猪狗骨头 然后这个呢是三文鱼的一些 就是其他的 还有一些 都是一条条的三文鱼 然后这一袋呢是鸡胸肉 然后这里面呢是一些 淋淋散散的 就是没有这么好看的 冻成方形的东西 如果正常放的话 会有点散 所以说对吧 堆在这里 然后这个呢是腊肉 这个呢是虾 哎不对 这个是鱼丸 嗯这个是鱼丸 这个是虾 这个是腊肉 这啥 这是葱花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些什么 像春卷呀 这个是 就是一下买了很多的 这个香肠 所以说可能会坏 它就直接来冻起来的 还有一些什么汤圆呀 油条呀 然后青豆和玉米的这个 对吧 这种对吧 素食品啊 然后这还有一点冷冻的粽子啊 辣椒什么的 那冷冻室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冷藏 或者说这个是蔬菜室 蔬菜室的话 呃 这边有柿子 橘子 柠檬 然后最近有栗子吧 秋天的栗子 然后还有一点尖笋 啊 这个是白果 我自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炒白果 就是拿盐去炒 特别好吃 然后再打开 哦 顺便看一下 这边一般是放葱姜蒜的 下面 这个框子里面呢 放的是一些快精类的东西 比如说像洋葱啊 呃 红薯啊 山芋 比如说有土豆的话 土豆也在这里面放 然后这儿呢 是一些储藏型的东西 比如说有大量的大蒜在那 我家没有吸血鬼哈 不是才必吸血鬼用的 然后这个呢 是一根甜玉米 然后这个呢 是一些酸菜 不能说叫酸菜 是什么 高菜 反正日本叫高菜 国内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些呢 全部都是空着的 平常前面呢 可能会躺着一根葱啊 什么的 但今天正好用完了 所以说就没有了 那这些呢 就是这个冰箱的收纳 和简单的介绍 那就先这样了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你的冰箱里面是什么样的呢 是很整齐的这种呢 还是比较乱 比较随性的那种呢 我觉得无论怎么样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自己用的开心 用的习惯 就好了 我自己个人的话 可能是更喜欢这种 打开之后的这种 统一感和整齐感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点赞 或者留言告诉我 我是喵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